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曲荣江 宜兰县长林兹庙 设入罗东土地开发 疑似图利以及财产来源不明等案 昨天宜兰前代理县长 陈经德指控 被林兹庙变来变去的机关用地 原地主是尤信宗亲 卖给了林兹庙的 唐姐林树梅的儿子等人 那林兹庙再将机关用地 变更为住宅 这没有图利家族的问题吗 那尽管两年前受到舆论的批评 县府才又改回机关用地 这样就没事了吗 这当中是谁在上下棋手呢 尤其简连发现 林兹庙担任罗东镇长至今 账户常有异常的金流进出 金额高达上亿元 担任镇长或是县长的收入 有这么多吗 这些钱是哪来的呢 那周刊还爆料被收押的 建设处代理处长吴朝琴 证词对林兹庙极为不利 警咬是林兹庙 只是他处理的 那如果真的是林兹庙交办 是否一枪毙命 那这个林兹庙 涉滩的风暴 朱立伦还要说是政治追杀吗 那林兹庙今天开记者会说明 有没有说明清楚呢 还是避重就轻呢 那我们要特别说明的是 在1月14号 也就是上周五 我们的节目图卡 把刘时纯的照片 误指为前现议员杨振成 我们要特此更正致歉 那这次宜兰爆出的 土地变更争议 跟台中市类似的 都是特定人得到好处 台中市政府更夸张呢 是帮忙包庇护航严家吗 都发举昨天下午去 山顶角黄昏市场 复查为鉴 限14天内 要自行拆除或改善 这是817招待所 同样的手法再玩一次吗 那明镇局长吴世伟 昨天也开记者会 认定严清彪 镇兰公动作合法 组织章程呢 也没有明定要涉及在地 真的是这样吗 那为什么严清彪的户籍 要迁来迁去呢 是谁在说谎呢 还有水南经贸园区 也被卢秀燕 卖给建商了吗 林家龙指控 室友的金华地卖了 年轻人的创新创业基地 也卖了 以后台中市 会变成富人天堂 年轻人都得搬出去吗 卢秀燕牺牲年轻人 跟派系建商紧密结合 是在玩什么把戏呢 终结蓝线B1站 蓝银呢 把机场的这个捷运的 这个机场呢 跟捷运站混为一谈 外界搞不清楚吗 最新局势发展 今天我们节目中 都有深入分析 先叫来宾 首先是明镜党立委 庄瑞雄 大家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再也是明镜党台中市议员 施智昌 中将大哥 大家晚安 财经专家 邱敏宽 中将好 大家好 再是政治学教授 范世平 中将好 大家好 再来是国民党 桃园市议员 黄敬平 中将大家平安 责任媒体员 陈炳凤 大家好 责任媒体员 王瑞德 中将好 大家好 我们先来关系 宜兰县前代理县长 陈金德爆料 指控机关用地 留的原地主 把土地卖给了 林兹庙的 唐姐 林树梅 儿子等人 原本的机关用地 变更为住宅区 认为林兹庙 土地自家人 林兹庙 今天开记得会说明 伊兰县长林兹庙 却入罗东 土地开发弊案 前代理县长 陈金德出面再爆料 其中引起争议的 机关用地六 原地主 其实是有幸中心 将保护区农地 卖给了县长林兹庙的 唐姐 林树梅的儿子 林秀琪 和林文珍等人 林兹庙再将机关用地 变更为住宅区 有土地家族之嫌 保护区没有人要嘛 所以表示他们是有所徒的 县长把自家唐姐的儿子 叫阿姨 还有他的生意伙伴的土地 变成住宅区 政治的屠杀 都委会并跟委住宅区 是为了减低 县政府的财政负担 代理会有地件 全部都经过法律的程序 面对陈经德的指控 林子庙大动作 出面开记者会说明 痛批是正直追杀 但还不止这样 周刊加码爆料 林子庙就任伊兰县长 三年来首度的财产申报 仅有三笔约 两千两百万元的债务 二度申报时 已经将债务给还完 又新增了两千万的债务 根据监察院连证专刊 显示林子庙罗东正 民权分布的账户 虽然仅有两百五十九元 但常年存钱进去后又临走 累计金额高达上亿元 和他担任首长公职的收入 明显不符 也从未向监察院 申报这些财产 让人怀疑案情不单纯 我们严格遵守 侦查不公开的原则 无法说明细节 如果法律允许我们说明 我们看到有关宜兰的县长 林子庙涉入有关的弊案当中 宜兰的前代理县长 曾经昨天就有出面指控 机关六用地 林子庙的唐姐等人买地 然后再疑似变更地幕 我们看到相关的人等 包括林树梅 就是林子庙的唐姐 他儿子有包括林秀凯 还有林文贞等人 还有这个刘时纯 就是跟这个林树梅 同为这个学校的董事 还有他的太太等人 所以这是不是有 图立自家人的问题呢 来宽哥 怎么样看这样的情况 先来说 大罗东地区 治水防灾的征收案 就是在整个大罗东地区的 整个周围 这块地其实非常大 他们一开始的保护地 在民国55年的时候 总共是105公顷 折合下来高达31万5000平 那后面有些保护地 就陆陆续续的解编 请各位注意哦 这边的到这边的区块 都是合法的 就陆陆续续的解编 可是呢 有些人 我们说他真的是厉害 为什么是真的是厉害的呢 他们知道说 未来的方向是在哪边 所以他们会在解编之前 先去当地先占土地 那这一波呢 为什么在上个礼拜四 连政署会一口气 开出30张的一个 整个所谓的法律用性 出去要来做这么多呢 原来哇 这个霸占桃抓起来很多人哦 一开始 宜兰县政府官员 罗东正公所官员 亲人及友人 各位我这样算一算 刚好30个 而这里面有几个区段 是比较奇怪的 一块是在哪边呢 一块是单元12 要把那边的建地 买回来之后 变成所谓的一个旭红区 这个是我们等一下再谈哦 但我们今天要谈论到的是谁呢 我们今天要谈论到的是这个 G6土地 这块G6土地多大呢 各位三公顷 三公顷大 可是各位 这三公顷中 大有没感 现在谈几件事情哦 这三公顷的地 过去的50多年的过程当中 它都是保护地哦 那它都是保护地 后面各位 土地最大的一个价值变更是 过去不能用 现在变成能用了 然后能用之后如何能够让它的价值紧喷嘛 我如果说它是机关用地 如果再变成所谓的一个住宅用地 各位 那持有人的人不是发了吗 所以 之前曾经德是前宜兰县的前代理县长 他就说哦 这个G6的土地本来是谁的呢 是游信中清的 那这个游信中清 各位你去想哦 我九千平的土地放在那里 九千平哦 也没有什么太大作用 那当然游信中清不是全部都有 然后就有人跟你出来说 那块土地你卖给我好不好 然后你想一想 我那块土地没有什么太大用处啊 所以在2011年的时候 林芝庙那时候当罗东镇的镇长哦 这个时候他就请了他的唐姐叫林树梅 那林树梅他也不敢亲自去买 所以那时候包括了林树梅他的儿子叫林秀凯 另外一个儿子叫林文珍 还有刘时纯 还有陈振勋 还有刘月女等人 好 他们就陆陆续续的出手了 然后这地各位就买下来了 这是在2011年的时候 那2011年买下来之后呢 各位 问题就在这个时候就来了哦 这些人都是谁呢 这些人都是林芝庙的事业伙伴嘛 那这些事业伙伴 后来这块地就变更成所谓的住宅区 各位这里就非常重要了哦 点石神经就在这个过程哦 可是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充满瑕疵的呢 为什么要开搜索票 为什么要去找这30个人呢 因为这当中有几件事 第一个 目前这个G6土地的部分的话 他不整个解编的时候是叫机关用地嘛 各位 那机关用地呢 本来是保护地哦 保护地几乎没有用 你几乎没有任何的价值哦 我已经变更成所谓的机关用地 那为什么要变成机关用地呢 当时是那块地要拿来作为宜蘭 他们的小巨蛋的用地嘛 可是呢 后来 如果我把它征收回机关用地之后 征收 包括了林树梅的儿子啊 刘时纯啊 陈振勋等等 征收可以再拿40%的住宅地回来哦 可是他们认为 买活啊 我们已经做了这么大的投资了 然后重点是谁呢 重点是那个盖章下命令的人嘛 那目前来看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谁来这件事情 两个最大的一个源头 一个叫林之庙 一个叫做吴曹勤嘛 所以这两个最上面的源头往下走 林之庙的事业伙伴 林之庙的堂姐 然后他的儿子要叫他阿姨的 投资客 他们想要更大的一个利润嘛 所以包括了刘时纯 包括了陈振勋 包括了刘燕女等等 他们是低价的投资客 可是低价投资客 他们说 那你买活啊 可是后面各位 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呢 糟糕了 到底是因为东窗事发 还是因为说程序不合 这不晓得哦 后来他又改回来 这件事情后来又改回来 那今天林之庙 他在做整个记者会呢 他说哦 他就说了 现在因为侦查不公开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说明 所谓的一个金流 但这个金流如果根据周刊的一个说法 这个更好笑 先来说 林之庙他的户头里面是259块钱 可是林之庙呢 常常有到整个农会当中 有几十万的金额 有几百万的金额 每天这样流来流去 请各位注意哦 他的金额存款额是259块哦 可是每天很多的钱这样跑来跑去哦 那跑来跑去 这些钱到底是哪边来的 为什么每天 而且林之庙怎么可以胆子 胆大到这么大 任何一个稍微读点书的人都知道 你身为整个这个地区罗东镇的一个镇长 宜蘭县的一个县长 你怎么可以让这么多的金流在你的户头里面流来流去呢 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瑕疵了 这已经说不清楚了哦 我们如果再把第二预备金的整个结构给他绑清楚之后 你就可以发现 原来过去林之庙在当罗东镇镇长的时候 没有跟他握过手的你不是罗东人 然后呢他真的是非常的慷慨 各位他慷慨到什么地步呢 小学生办躲避球比赛捐2万 武术比赛就几个人在那边比5捐3万 然后地方呢需要普度需要做什么事情 5万10万20万这样捐 所以他目前呢所有的第二补助款全部用光了 他全部都用完了 可是原来各位为什么开机叫你赏谁 原来后面有更大的一个利润 那当然现在林之庙他会说 但这件事情真的太起人疑斗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买土地的是你的事业伙伴 是你的堂姐是叫你阿姨的知智 然后这件事情他真的说不清楚吗 我认为这件事情到现在这只是一个开始 为什么呢 因为这只是一块地 还有没有其他的 宜然县长林之庙今天开记者会 喊冤他说他也如果法律允许 他也愿意公开账户 我们要连线呢 宜然前代理县长陈经德 来陈县长 从您昨天指控这个林之庙的 他的亲朋好友买地 然后在这个变更地幕图利自家人 到他今天开记者会 陈县长怎么看 他有说明清楚吗 还是有避重就轻呢 他完全没有说明清楚 而且在逃避事情 做一个县长怎么可以把亲友的土地 本来是要做机关利用地使用 然后把他变成建地 把他变成住宅区 让他的亲友将来可以大赚一笔 我想不管这个司法如何调查 光作为一个县长的标准 我认为他就不适任了 所以他应该对外说明 为什么要把机关用地变成住宅区 而不是说他已经变回来了 这个好像是说你意图去行确 去偷东西 偷到了被人家发现 又还给人家 说你合法没事 那我想做一个县长应该被要求的 这个道德标准也好 或者行政伦理也好 应该更严格才对 所以他今天是完全没有说明 所以我们认为林县长应该坦然面对乡亲 坦然面对选民 把这个过程说清楚 为什么他的亲友买了那么多土地 将近5000平的土地 将来可以分为2000平 每平至少50万以上 就10亿以上的土地的价格 那么多 那还没有包括他 他没有包括他 如果去盖房子盖大楼 能够获取的利益更庞大 那他旁边买土地的 是他堂姐的两个儿子 以及生意上的伙伴 全部就是一个集团 所以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县长 这样是不应该的 应该要说明清楚 陈县长你说 他的亲友买了这些土地 即使他现在的地幕 还是变更回这个机关用地 那他们还是赚吗 也是赚 因为区段征收 土地可以发回40% 那么他现在里面 亲友的土地大概有5000平 所以发回是2000平 那2000平他可以按照抽签 去选定其他的建筑 所以这一定赚的 只是他们想要赚更多 想要分配在这一块G6 靠近罗东运动公园这一块地 如果G6这块地 如果化为住宅区 而且住宅区是住室 第四种建筑用地 那么2000平方米以上 要共同开发 所以其他小地主没有办法挑这一块 到最后一定落在 落在这些人的手中 所以他们是想 已经有赚了 是想赚更多 所以就算现在是机关用地 他们将来也是可以赚 也是赚到一定的利润 是没有问题的 哦这样子 那那个什么商业会理事长 陈振勋说他们地买了十几年 要变坑增什么 他们也不知道啊 怎么分配也都不晓得啊 我要请问 这个地方是保护区 保护了到现在53年以上 他们是10年前买的 一块保护区保护了40年 连房子坏掉不能修建 那个农地也不能重划 不能开路 那有什么人会去买这个保护区的农地 一买5000平 那他们都是很有 都是宜然最有钱的人啊 他们不可能买个保护区去种田吧 所以他们买这个保护区 当然是期待 未来有一天会发生奇迹吗 对不对 刚好他们的人当县长 所以就把它变成住宅区了 哦 所以这个其实早就知道 就是有那个变更的可能性嘛 特别是自己人又当县长 就有期待 对 不然怎么去买保护区 普通人不会去买保护区的土地啦 是 所以目前就了解到呢 林志庙所涉及的案件 跟亲友有关 跟时间点 是不是有密切的关联呢 我们看到从这2018年呢 陈经德呢 代理县长把机关用地 改为这个宜然小巨蛋 就是说希望有一个室内的体育场馆 那到20这个 在之前的2011年呢 这个林志庙他担任这个罗东镇长的时候 他的亲属就购买了这个机关6的用地 到2019年呢 他把它改回住宅地 但是2000年又改回机关用地 所以呢 是不是因为 事情被外界知道 所以赶快再改回这个机关用地呢 来 瑞德哥怎么看这样的一个 他们所谓的政商的一个网络呢 那现在就说因为呢 林志庙说我没有改回去 我现在还是改回机关用地 不是这个改成这个住宅用地 这样就没事了吗 这样就没有刑则的问题吗 就好像我们在评论 台中的这个捷运蓝线 这个B8站的正英站一样啊 我个人从头到尾都没有反对 那么设立所谓的正英站嘛 但是你不应该为了设立正英站 把人家平顶站给取消 你更不应该 那么把正英站 他是谁去这个等于说 去争取来的 不是颜家的颜立民吗 那颜立民去争取来的非常好啊 他也在他的脸书上面po 他跟台中的交通局长 这个画面嘛 商谈的画面 自己告诉他的选民这个好消息嘛 当然你不可以把正英站的开口 开在你颜家的土地上嘛 你不知道这个有瓜田底下吗 有没有违法另外一回事吗 社会观感觉不好嘛 那这件事情不是一模一样吗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嘛 那么大家都知道 有谁会故意去买一块 公共设施保留地 我个人真的认为 我经过这一两个月以来 我还对这个所谓的地震 了解很多啊 原来是这样玩的 原来我们没有办法有钱 是因为这样 我们从头到尾就不知道 公共设施保留地是干嘛用的 要那么便宜买进来 然后放在那个地方 不能开发也不能干什么 没有前途 最后的结果 邦邦邦邦邦邦 他的地价一翻过去住宅区的话 十倍 再盖房子的话 不管是豪宅还是 哇更多 不知道几十倍 那今天这个事情是 这块土地被这个 其实总共加起来是98.5公顷 那分成12个单位 这个所谓的单元5啊 他总共事实上只有1.3公顷 那当时曾经得 把他争取 从这个所谓保护区 物质为保护区 当年的公务人员在 疼的时候疼错了 把农业区 农业区弄成保护区 那上面就是写保护区 然后呢把它变更回来农业区 紧接下来变更为所谓的机关用地 为什么 因为罗东正公所太小了 所以要把它迁移到这个地方来 那迁移到这个地方来了 以后又需要一些运动的这个场合 所以有个罗东小区 但就这样来的嘛 所以呢这块1.3公顷 是要做成这个样用的啦 那么107年12月25号的 民国107年12月25号的时候 就2018年林志庙当选嘛 2019年的8月就改为住宅区 改为住宅区 林志庙的意思是说 因为那时候为了减轻 那个县政府的负担 财政负担 然后再加上他没有办法去编 这个所谓的6.25亿 去把它征收这块土地啦 所以呢他就把这块改为住宅区 改为住宅区也没有问题 我也不反对改为住宅区 但是改为住宅区的前提是 这块土地上不应该有 你的姐姐的相关的 你的这个等于说 亲朋好友的土地 亲朋好友的土地在上面 那不是跟那个正英在一模一样吗 对不对 又有姐姐又有姐姐的孩子 又有什么乌尉 而且他还不是原地主 原地主对不对 事实上原地主姓尤 姓尤 然后呢 如果你说这块土地 是原地主的 已经放了几十年 那就没有话讲 可不是啊 你们总共有一批人 这块这总共1.3公顷 好像有9块土地 好像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印象中有26个地主 然后他们买了5000坪 就是有关于这个亲友的 亲友团啊 手下大概有5000坪啊 你知道如果一旦变更 住宅区的话 我刚刚说过的10倍 10倍的暴力啊 一样公共设施保留地啊 一样是这个等于说 相关的农业地啊 然后有的不的 这样啊 所以呢 起人一斗 然后还有 林志庙不日今天 出来开记者会变称说 现在还是机关用地 天啊 那是因为被这些宜兰县议员 叮了以后 舆论花蓝了以后 你才在民国109年 也就是你民国108年的 这个8月 把他变更 住宅区 隔年19年 你才把他变更 回来机关用地的 你不是从头到尾 都把他变更为机关用地 都让他们不是 重回住宅区 不是的嘛 我可以这样说嘛 你们经过中间的转折嘛 那如果没有抗议的话 你就过去了 过去了以后 你们的亲友 对不对 就爽爽爽爽爽爽啦 发达财发达财 都是有关系的 然后他们可能 他们可能 对啊 他们眼光独到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都 一般老百姓都不知道 对 他们眼光独到 1.3 就买了这个 听说听曾经的讲述 快要接近5000平嘛 那重点就来了说 这里面有没有问题 这是这个所谓的 这个罗东土地都市计划 变更案 四案子里面其中一件 今天牵扯到30张的搜索票 然后约谈了这个30个人 10个人被告 其中林芝妙是 这一条嘛 那 那当时在约谈的时候 林芝妙被这个检方 宜蘭地监署这边 那个吴宝请回 当时的理由是 关系人变被告 然后呢 掏污自罪条例之外呢 那么又有一条洗钱 然后呢 最奇怪的是 在办这个案子里面 有个财产来源不明罪 我一直觉得好奇啊 这财产来源不明罪 是怎么来的 今天林芝妙也有 针对这个事情不说明 他有说明的 不说明这样子 他意思就是说 他不能讲啦 说了周刊可以报答啦 我都不能讲 我要告诉我们对面有律师啊 专委员啊 侦查不公开是指发表 发动侦查的这个公家机关啊 你有喊冤的旋律啊 只是检察官一定会叫你 不要把这个重要的什么东西 关键东西的讲出去 这样而已嘛 你没有泄密的问题啊 你只要所讲的东西 是保护自己 做适度的说明 而不是攸关本案 全案的这个等于说 检方侦办的重点的话 你没有这个 侦查不公开跟泄密的问题嘛 那林芝妙事实上 应该选择的是 你要去解释嘛 你在罗东镇工 罗东镇农会 民权分布的200 现在户口里面 259块钱的这个账户 到底怎么回事 从你当罗东镇长开始 一直当宜然县长三年 这里面不断的来来去去 听我告诉各位啦 媒体在媒体上面 这个发表这一篇报导的 林俊宏记者 以前就是我的部下 所以呢 他事实上这两年 弄了很多重大案件 他们的 大概在检调 连里面的这些 他们的所有的人脉 我都知道 所以我非常 他的报导可信度 有八成以上的可信度 我特别说明 刚好是我的 这个以前的手下部署 所以他们报导 有八成的可信度 不然那东西哪来的 他哪会知道这么多东西啊 目前为止 他知道最多嘛 对不对 公布的也最详细嘛 我们一直不知道 财产来源不明 这就是你的所得 你的收入 跟你明显的这个财产 动产不动产 不成比例嘛 那这条就是林一世 当时在当立华委员 是修的嘛 结果他成为这条 适用第一个被告嘛 那重点来了 如果按照这个 林俊宏 他在媒体的这个报导的话呢 那么包括 他申报财产 包括林志庙申报财产 你这个都申报 看得到的都没有问题啦 去跟这个等于说 保单直接啊 合作金库直接两笔借贷啦 还是跟另外一个 这个公司借了这个多少钱 这个都OK啦 就没有问题啦 然后后来听说 把2200万的债务还了以后 又借了一笔2000万的等等啦 重点都不在这里 重点是 为什么有个人 他不定期的 把几十万跟上百万 存进去 你在罗东阵容会的户头 再领出来 为什么来回来回 这样子算上百笔 洗钱吗 上百笔 所以他里面有一个 洗钱防治法 上百笔 然后呢 最后领到光光259块 这个户头是林志庙的户头 如果按照媒体报导 是林志庙的户头 那你当然可以解释说 哎呦 这个我仅仅 还是我丈夫 让人赢 你都必须一一说明 你一一说明 当然 如果你是这个跟本案的侦办有非常重大的关系啊 叫你不要讲啊 你喊冤 现在媒体都报道出来 你有什么不能讲的 你都讲说 你直接讲嘛 是因为这个债务 还是因为什么 还是因为欠债 还是因为周转 还是因为账户借人用 买卖股票干什么 你都可以直接讲嘛 你在今天直接讲说 其实那个账户不是我在用嘛 是我的谁在用 不就好了吗 对不对 你说他今天的解释方法是说 这样不公平 媒体可以报道 我都不能喊冤 我都不能讲 如果你们想知道 我一定到可以讲的时候 我就一定可以全部讲出来 都已经到了这个节骨眼了 到底是什么 你就简单名 要不影响侦办 讲一句话就好了 跟我没有关系 或者是跟我有关系 但是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样子嘛 对不对 所以呢 那么这个账户 如果你不能 我跟你讲 人家盯了三年啊 减联单位盯了整整三年啊 包括这整个资金的流向什么 一百多笔啊 大概都查得差不多 所以才那一天六点多 直接搜索票 拿着冲进去现场观点里面 把笔记本 把手机 把笔电 把电脑全部都带走 事实上 基本上要弄的东西 都已经搜证完毕了啦 只是把这个东西 作为一个佐证 这样子而已啦 那林志庙 他必须本身要说得清清楚楚 帮他去存钱跟领钱的 也要说得清清楚楚 然后呢 还有这个所谓刚刚说的 那个都市计划变更 为什么变更成你的这个亲人嘛 清楚嘛 你也必须说得清清楚楚嘛 你不能说 还有这个变更等案子 你不能一句话说 那是都市这个审查委员会通过的 审查委员会可能不知道 地主是你清楚啊 你知道吗 他可能不知道 他可能是针对这个 能不能这个变成住宅区 这样审查而已啊 所以呢 事实上我觉得很可惜啦 因为今天林志庙出来喊冤 或是政治扑杀 讲成这个等于说 好像是政治介入司法 政治的归政治 司法的归司法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说 今天这个记者会 我们除了听到政治语言之外 我们没有听到林志庙能够说 那其实只是这样而已 那莫怪大家要怀疑 到底那么多的案件 四大案件到底怎么回事啊 对来 金平议员 这个林志庙今天召开记者会 你觉得有对外界清楚说明吗 林志庙想他等于是在政治上 做一个为他自己辩护的一个 澄清的方式 但是在司法上 我觉得县政府 或者是这个林志庙县长 或者他的这个家人 能不能说得更多 我是不清楚了 我觉得 但是在机关用地的这个变更 其实 刚刚其实陈经德代理县长 前县长他有提到 在2018年的时候 当时他这个变更为机关用地 在8月29号 那到了2019年1月3号的时候 当时中央的内政部 还退回这样的一个 财务计划 要求宜兰县政府 能够重新评估 他的财务的合理性跟必要性 然后一直到2019年3月22号的时候 这是宜兰县政府的说法 说他就寒寻各机关 为什么要从这个机关用地 变回住宅区 就是因为各机关都说 他没有重复的这个使用的计划 虽然说罗东正公所 是不是有要搬迁啊 但是因为各个单位 我相信也包括罗东正公所 在内一定可能都问过了 所以他就回复 没有使用计划 这些房子为什么破旧不堪呢 不重新把它盖起来 你怎么盖 那就是保护区啊 不可以叮当 你就不能动啊 那你现在不是 你现在就是说 这个地方保护区在这个地方 会想到要去动这个脑筋 要去买保护区的 我告诉各位 那个不是绝顶通明的人 就是有通天本领 不然就是有鬼